豪華遊艇不稀奇 但有沒有看過開在大馬路上 路過民眾都看呆了 有看過路上行舟嗎 確實沒有看過 真的很大 在台灣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過 原來這艘遊艇是要運到竹尾碼頭 做最後組裝 想不到運送中還碰上問題 卡在路口動也不動 只好請出吊車幫忙一起拉 好不容易拉動了 卻還是有卡住的危機 因為遊艇有6公尺高 需要用特製的竹竿 在經過電線時將它挑起 就怕一不小心勾到 扯斷電線 從23號晚間 這艘遊艇就從造船公司出發 要送到竹尾碼頭 執行最後的作業 13公里的路程 原本只能在晚上運送 花了三天都還到不了 如此龐然大物在馬路上行駛 也有民眾擔心會不會出意外 照船公司對於造成用路人的不便 感到非常抱歉 但船東為了趕上即將 在高雄舉辦的遊艇展 逼不得已只好在白天加緊運送 那船主是誰 好像是我們台灣人 目前船主身分仍然是個謎 只知道是名上市公司的老闆 進到遊艇可以看見非常高級 需要花300萬美金才能買下 而不管這艘遊艇有多貴 在路上行舟的畫面 已經讓民眾大開眼界 記者 劉志展 周四平 桃園報導